他怎么说呀,哎,他有个弥补 他您一听啊,怎么听啊,怎么都跟真事一样 俩人往那一站一聚 这道文子跟那旷文子说 哎,您在这说相上呢,我在这说相上呢 您贵姓啊,我姓刘 您怎么称呼啊,我叫刘源 我怎么不认识您呢,您不常听相上 您听这话,合情合理,跟真事一样 您说我一人在这说评书,同样是这些话 我一人说您听着,就别扭了 我一人给您鞠个躬 我在这说书呢,我在这说书呢 我贵姓呢,我姓刘 我怎么称呼啊,我叫刘源 我怎么不认识我呀 我那是有病了 您听着这个话的垫垫,所以这一人不好来 而且呢,您听惯了相上呢,总觉得得找包袱 因为听相上他图一乐啊 他得为了乐来呀,取乐嘛 这个说书不一样 这个说书不一样 说书听的是事儿 其中呢,可能穿插着有一点包 而且呢,这两个人说相上呢 可以互相呢,铺包袱,走包袱,翻包袱 说这一人呢,铺垫抖翻封 全这一人来 您说我费了半天气,铺垫抖翻封 这包我说出去了,您没乐 这没乐怎么办呢 我下去隔着您去 我这刚走下去,亚信师哥说我钱包丢了 您说我这怎么办呢 大师姨摇带不挣钱,我还得陪人钱包 您说是吧 所以这很难闹 如果您今天来的这个时候分好 为什么呢 刚才啊,门口这牌子写错了 您看叫大闹大名府 这个回幕呢,上回就说完了 今天要说呢,三打住家庄 这是接续大闹大名府的下一回书 今天是头一回 您等于今儿听一心心的 可是今天这个书呢 头一回呢,咱得把这书说清楚了 说明白了,交代清楚了 您听明白了 给您留一个扣子 哎,您下回还得来听呢 哦,这事怎么回事啊,不得弄明白了 下回您还得来 这就是评书的美丽 三打住家庄,三打住家庄 咱闲言手续 先从住家庄说起 住家庄当然了 这个庄的,这主人姓铸 祝老元外 哎,这祝老元外呀 这个庄圆非常好 三头八辈 三头八辈 这老头很富 这老头当年 在宋朝的时候 这是宋徽宗年间的事 也就是北宋末年了 徽宗啊,就到了宋朝末年了 当时他非常富裕 当时他在北宋年间 算是宋朝的首富 他和卢俊毅 欲其林卢俊毅 并驾齐驱 卢俊毅呢,是因为 他有买卖 也就算是商人 他有投资有买卖 这个祝老元外呢 他是土财主 现在一说土财主 土财主这个词不好听 可是 土财主 当年他趁地 一说趁地了 我就得跟您说两句 交代两句历史 也让新来的朋友忙着做 咱慢慢的说 宋朝是这个规律 这个呢,是怎么来的呢 赵匡印定的 太祖定的第一 宋朝接的是唐朝的天下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 文明程度 富甲程度 最高的一个朝代 为什么唐朝那时候 这么兴盛 转瞬即时就灭亡了呢 翻证歌剧 唐太东李世民 当时他想 我国家不能养这么些军队 我掏钱养军队不行 他也布置了好些翻阵 你上这儿看守去 你负责养这军队 你上那儿看守 你负责养这军队 这样解决中央财政 养军队的问题 可是这就是日益 形成了一个矛盾 他是不用掏军费的 可是这个翻阵 他就开始割据了 他的力量越来越壮大 越来越壮大 他不听你的了 暗史之乱以后 黄泉就开始落了 黄泉一落了 我这儿哼 我就不听你的 他哪儿哼 他不听你的 我们俩有矛盾 我们俩就打 天下大乱 五代十国 他那黄这个 赵匡印呢 黄袍加深以后 陈娇兵变 他觉得这个方法不行 中央集权 杯酒士兵权 他把这兵权 都搁到他自己的手中 我得管着 他成立了一个疏密院 疏密院所有的军权 这些高级将领 都归这疏密院管 有一个疏密室 疏密室由文人来担任 这文人不懂军事 他跟谁汇报 跟皇上汇报 所有的军权都得归皇上汇报 所以宋朝的军队 是我国历史上最弱的 鸡皮鸡肉 而且宋朝军队的构成 咱得说一个题外话 宋朝军队的构成 因为这跟咱这书有切实的关系 两方面 一个是流离失所的农民 一会咱会说到为什么流离失所 流离失所的农民 没有土地 没有地中 没饭吃 怎么办 招兵 我上那当兵去吧 他上那当兵 当兵管犯一辈子是当兵 还有一部分 市井的无赖 就城市里的这些无赖呀 地痞呀 小流氓啊 就这些人 把他们都搁到一块去 您从这军队好得了吗 这些高级将领得不到重用 因为皇上怕你们反了 不会给你们升迁的机会 文人当权嘛 怎么来的高求啊 文人当政 将军绝对不会受到重用 所以这些人也就养贤嘛 我给你钱你就养着贤 他也得不到重视 而且军队内部呢 又加这些当兵呢 流离失所的农民 我地都没了 家都没了 我给你当兵 我能保卫你吗 所以宋朝 只能和人签订不平等的条约 和西夏那儿 我给你钱 咱别打了 和辽国那儿 我给你钱 咱别打了 全都是这 说到这个农民流离失所 我 就说到下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 土地问题 宋朝的土地政策 是什么政策 土地可以自由买卖 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问题 有钱的人 我就可以大量的囤积土地 没钱的人 小老百姓 你就面临的问题就是 流离失所 就为什么那农民没有土地 就当兵去了呢 就是这个问题 住家庄的老园外 紫面阎罗 住朝凤 他为什么土财住 他有钱 越买地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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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过一个史料卫说这书啊 是南宋的事 还不是北宋 南宋还不如北宋呢 岳飞手底有一个偏将 他归你生了一个外孙子 他这得祝贺呀 得给点咱白话的份子钱呢 去了 哎呀你说老爷这儿 我也没钱 这么着吧 我给你来张地气得了 当然这个地也没有多少地了 给你四万八千亩 没有多少地给四万八千亩 这就是宋朝 实际上是南宋 你说北宋的时候呢 住朝凤就是土财主 他有地 有地就能生钱 为什么呀 他故人种地呀 种地有粮 有粮他可以卖呀 而且他可以让人租他的地呀 小店户小什么呀 有了钱他干什么呀 招兵买马 养了一支自己的军队 这个老东西他有野心 他想将来面南拜北 推翻大大宋王朝 他想当皇上 他有三个儿子 祝龙祝虎祝标 这三个儿子有三个外号 一个叫追命鬼 一个叫催命鬼 一个叫白面鬼 加上他叫紫面阎罗 这整个是一阎罗店 您听听 这好得了好不了 他手底下有一个谋士 叫小子房张立 这个人足智多谋 鬼点子多 小子房小子房是谁呀 张良 汉朝那个 保着这个这个汉朝的这个张良 张良叫张子房 他自诩张良 小子房张立 这人鬼点子多 是祝家庄 三头八位 罗这庄啊 这三头啊 还有两头 一个是李家庄 一个是护家庄 李家庄的庄主 叫普天标李映 这是在他边上 那边呢是护家庄 护家庄老庄母啊 有一儿一女 儿子呢叫护成 女儿呢就是 大家伙都知道 护是三娘 其实啊 他为什么护三娘呢 他前上还有两个姐姐 早年间呢 不幸夭折了 就死得早 就剩这一儿一女 护老圆外呢 非常的疼爱这一双儿女 又怕这俩人死了怎么办呢 教 找这个天下所有的这好老师 教这两个人亮 而且特别疼爱这小女儿 你想那三个女儿最后就留下这一个 这个女儿呢也特别的争气 会六路的暗器 手上使的什么兵器呢 日月双刀 她的这个儿子护成啊 使的这个呢 是短霸方天己 两个人也非常的有能耐 咱说这祝家庄三头 这是三头 八倍折着城 这个祝家庄啊 盖城的时候 这祝老圆外 他有钱有事啊 他就想 我有朝一日 我要面南拜北 我得有一个根据地啊 我修这个房子 我得修好了 我怎么才能给他修好了呢 访问天下的民事 在建筑行业 谁有名 哪儿 谁能给我做暗器 谁能做暗道 哪儿我挖一个豪沟啊 哪儿我弄一个暗道啊 哪儿是做个机关 哪儿做个埋活 就找这样的人 今天请了一个 我爸阿姨暗道 刚挖好了 曾 给人宰了 为什么给人宰了呀 不让人破解 这个秘密没人知道 曾给人宰了 明儿他修一什么 曾又给人宰了 心狠手辣 到最后啊 要修这个城的时候 可是没人敢来了 为什么呀 这名声传出去了 修一处咋一个 修一处咋一个呀 最后在全国花重金 找了这么一位 欧阳先生 这人也道古先锋啊 谁也不知道 这人真实的姓名叫什么 就知道叫欧阳先生 欧阳先生看了看整体的这个风水 然后告他这个城怎么修 然后告他这个城怎么修 修好了以后 这些仰天长啸哈哈哈哈 嗝嗝一声 死了 剑前眼开剑前眼开就从这来的 死了 这老庄主一看啊 这还省得我磨刀了 死了就死了吧 从此 无人能够破碟了 三打朱家庄 谁要打朱家庄呢 梁山要打朱家庄 那么梁山跟这个朱家庄 有什么过节 有什么愁吗 这还得从一个人提起 谁呀 朱家庄啊 有这个习武的大教师 这人叫蓝亭玉 蓝亭玉啊 有一个最喜爱的高徒 叫紫面 玉面小子都杜宾 这个人在哪儿供职呢 在大明府 就是我们上一部书说的 在我们这个评书术语里呢 这叫导一导书 我得给您说一说 在大明府里公知 玉玺临卢俊义身陷大明府 为什么身陷大明府呢 咱从头给您讲一讲啊 古上岛十仙大伙可能都知道 这是梁山的一个人物 好偷 擅长偷盗 十仙啊 在东京汴梁 有一个四大怪节之一 南庭就算一大怪节 还有一大怪节 叫生铁佛 真是一个和尚 和尚为了显示自己有能耐有本事 在东京汴梁偷了皇上的一个国宝 叫八宝紫金叶光湖 这个湖啊 是用紫金打造 上面镶嵌着好些个珍奇异宝 说在晚间的时候 甭管多大的屋子 您不用点灯 把这湖光着一举 这个屋子里灯火通明一般 什么都能看得见 奇人异宝 让这生铁佛呀 从高雄他们家给偷出来了 生铁佛不是为了拿着壶偷出去卖去 它是为了显示自己有能耐 好让国家用它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螳螂主禅黄雀在后 这个壶啊 让古上岛师强给看上了 这是个好玩意儿啊 我得给他偷了 古上岛石强可就给偷来了 简短听说 石强偷了几回 而且石强还去了趟皇宫 因为当初石强啊 是个江湖人士 他没入梁山 可是他很嚮往梁山这些英雄 他想去 在皇宫啊给贴了个字 胡是我石强偷的 我是梁山的好汉 这个坏事儿 为什么呀 因为在东京汴梁啊 这个卢原来有个儿子 浪子燕青 燕青呢 跟古上岛石强相好 原来救个石强的命 倒来倒去 就倒到燕青这儿了 这一下案发以后 燕青和他的义父卢君毅 双双被人在大明府都给抓了 要斩首示众 梁山的众位英雄好汉呢 就上大明府去救人去 黑炫风李逵 就在大明府 义府的呀 就把这杜宾 就是蓝亭玉这个爱徒啊 给批成两半 批死他 蓝亭玉正好 要看朋友路过大明府 想去看看自个人的爱徒 没想到啊 那天呢 杜宾出殡 没看见爱徒 看见爱徒那排位子 老头差点没给气死 口吐鲜血 我的门啊 一口鲜血 这就系上梁子 梁山我要荡平了梁山 回去搬兵去 住家庄搬兵去 回到了住家庄 这就活不了了 来到了上坊内 见到了住老园外 紫棉阎罗 住头子 哎呀 庄主啊 我活不了了 这住老园外 当然很客气 自己的大教师爷们 视罗上宾呢 哎呀呀呀 蓝先生 何事如死啊 把这事原原本本 怎么来怎么去 添油加醋 他又说了一遍 为什么添油加醋啊 他得从住家庄搬兵呢 说了一遍 这住老园外一听 嗯 他没表态 为什么呀 当大领导的 没有轻易表态的 您看哪 当大官的一说 哎呀 我去让人打了 什么你让人打了 保存带人找他去 呵呵 那是小流氓 那不是干大事的人 很沉稳 啊 摇着扇子 哎呀 教师 您不愿万里的回来 您想回去休息 带老夫 想一想 把蓝精玉送走了以后 赶紧 找小子方张丽 小子方张丽 来了以后 两个人就和解 张先生 这个事儿 怎么来怎么去 怎么来怎么去 和小子方张丽说了一遍 小子方张丽说 那您是怎么想的呀 就问这祝老元王 祝朝凤 他是怎么想的 祝朝凤想 啊 如果说单凭蓝教师嘛 不派兵也罢 不过想到老夫之鸡 你听 老夫之鸡 不过想到老夫之鸡 梁山 也是后患 老夫之鸡 也是什么呀 有朝一日我要面南 拜北 登基当皇上 梁山就是后患 这个时候的祝朝凤 他不把这个北宋的军队放在眼里 那些就是小鱼小虾 一烹就得了 点上火 搁上水 搁点盐 一烹 搁点果料 就吃了 梁山为什么是后患呢 这些都是正经的英雄好汉 这些人不好对付 他们为什么上了梁山 是因为他们是逼上梁山 都是有能力的人 有的是遭人陷害 有的是看不惯这个世间的这丑陋的百态 上梁山 这些人一块巨异 大口的吃肉 大碗的喝酒 过着那种闲云野鹤的生活 我就喜欢这样 这种人不好对付 而且呢 他想的这个主意也对 我如果出兵荡平了梁山 少了这么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 荡平梁山的同时 我再调转兵马去打东京汴梁 将来我就能撑地了 他这主意想的好 而且就在这个时候 大明府留守司梁忠书 给他修来了一封书信 因为在蓝亭玉走的之前呢 这大明府的这个梁忠书啊 就跟那个蓝亭玉商量好了 只要你们筑洁庄能派兵 我愿做马迁先锋 我愿提供梁草 提供这个军队 提供人马 写了一封书信 就跟这个祝老员外说 您只要能够派兵 您只要能够打梁山 我愿提供后勤保障 大概其的意思就是这个 祝老员外一想 这倒也是好事 有人提供梁忠草自重 好 那就派兵去攻打梁山 这个事呢 就这么定下来了 梁山这边呢 是怎么想怎么考虑的呢 因为梁忠书修修这封信的时候呢 就已经散布出消息去了 他这大明府啊 他是留守司 他管这大明府的保卫 让几个梁山的好汉呢 就把这大明府闹得天翻地覆 真是幸亏来的人少 来的人多呀 这就改其意志了 就改姓梁山了 给他吓坏了 他就想报这个仇 所以今儿找着有给他出头的了 他觉得高兴 他还想啊 火上浇点油添点碳 散布出消息去 就说呀 这朱家庄要去打梁山 太好了 梁山呢 也有个探马呀 这探子呀 消息传到了梁山之上 梁山坡 这几位英雄好汉在居于大厅内 也商量这个事 听说这朱家庄 啊 要跟咱们打 这怎么办呢 他要打咱这怎么办 这梁山呢 跟这个朱家庄呢 其实原本啊 没有什么恩仇 只是说理念不同 梁山打的是替天行道 谁欺负老百姓 啊 当官啊 贪污受贿啊 这个欺压老百姓啊 他管 而这朱朝凤呢 朱家庄是什么呀 以欺压老百姓为种 以不坑害老百姓为耻 啊 所以他呢 就是思想理念上的矛盾 但是这个呢 远是无缘尽是无朝 只是说呢 他把蓝亭玉的这个徒弟给杀了 就有这么一点小过去 可是梁山的军事无用 说了一个很直白的观点 我觉得可以沿用至极 如果说我们等着人家打到我们家门口 啊 我们防御 这永远不是办法 百密一书 如果说我们让人都打到我们这水坡底下了 万一我们哪有失措 啊 让人攻下来了 我们连这山头都没了 所以这不是办法 怎么着才行呢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这我就想起来 我们中国一个很伟大的一项运动 就是足球 为什么这么些年一直搞不上去 就老是防守 老是防守 啊 防来防去都快防成漏勺了 那你看为什么这个足球网子 都是都是那眼就是从漏勺那来的 你知道 你看那漏勺一个一个那眼吗 所以您琢磨这个事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啊 啊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可以两败之伤 但是你如果让人堵到你家门口来了 一旦让人攻进来 一旦让人攻进来 你可什么都没有 你打出去 你打败了 我后面我还有老郭 我还能重新再来 可是你让人堵住了打 那可就不一样 为什么抗日战争我们打了八年 就是让人堵住了打 对不对 也许是这个年轻人的那种狂妄 我总觉得呢 如果我们那原子弹报废之前呢 扔他们几颗呀 也就没有这么些麻烦事 老是通过和平谈判去解决争端是没有效果 像越南啊 菲律宾这样的地方啊 你扔两颗没事 没什么关系 像台湾问题啊 你把那个潜艇开过几艘 没什么没什么大关系 你老是通过谈判 老是通过防御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不用说了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别等人家打砸来了 咱要主动的进攻 当然了 咱们人家也不熟 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俩人一摸黑 就听见人家要打咱了 这也不不是办法呀 对不对 人家光说打咱咧 咱得摸摸情况呢 咱也不知道这朱家庄怎么回事 啊 什么情况 这朱家庄是怎么回事啊 咱得了解 知道知道啊 咱打也得打得明白上 咱跟谁打呀 于是呢 去一听里面 天王朝盖就说了 啊 哪位兄弟 愿意前往打探一下啊 拼命三郎石秀站起来了 天王多个我愿前往 他愿前往 兵关锁杨雄也站起来了 天王多个我也愿意去 好 二位兄弟 此去道路艰险 多加小心 啊 这俩人刚一说完了呢 古上岛师庆也站起来了 天王多个 你说我也来了 良辰这么长时间了 在大明府里呢 虽然我烧了翠云楼 可是这发长我没去呀 我也没立什么的新功 这样吧 我也跟这大伙一块去得了 这并关锁杨雄一听了 鼻子都气歪了 这俩人都不愿意带这师庆去 可是这朝天王的心里怎么想呢 他觉得这古上岛师庆啊 虽然这母艺儿不激 但是也算是一条好汉 他惹了祸 害了卢俊玉 但是 要是根据他的母艺儿长相 他准备跑 可是人家没有 只身上梁山搬救兵 可是梁山呢 也是以貌取人 没派下兵来 差点害死了卢元万 到后来派下兵来 人师庆一直帮忙着解救 到最后火烧了翠云楼 大家才成功的退出了大明府 所以这师庆的也是另眼相看 好 既然你要愿意去 那你们仨人一同前往 师庆啊 谢谢天王乖乖乖 您放心吧 这仨人呢 就出来了 鸡餐可饮 小心夜宿 走了这么几天 哎呀 给那俩人烦得 也会搭理他 这一天呢 打家住店 天亮了呢 师兄一起床 找不着这俩人了 哎 这俩人上哪去了 一看桌子上呢 放着一两银子 把那伙计喊了 伙计喊了 你过来你过来 跟我一块来 那俩人上哪去了 我家说 嘿人家俩人天不亮 收着行囊就走了 给您留一句话 他们怎么说的呀 桌上呢有一两银子 告诉您了 愿意追啊您拿着银子 追他们去 不愿意追啊您拿着银子 从哪来回哪去 哼 这不是不愿意带着我走吗 嘿嘿 没你们俩呀 我也能找着银子撞 得得不用你了 回见吧 十千啊 收拾好自己的小包袱啊 自己走了 走了一圈吧 有那么两天半的时间呢 走到了一个地儿 哇 这个地儿可好看 风景如画 四季如春 绿草 清泉 开的那个花 各种颜色都有 十千一看 哎呀 这个地方跟仙境一样啊 真漂亮啊 旁边啊 有一个小酒馆 十千说 嗯 我也早了半天了 上里面歇会儿 打个尖 十千往这梨座呀 点了几个菜 拿起这酒粽啊 刚要喝酒 突然间就听人喊了一句 马精了 十千不是外行啊 常跑江湖的人呐 对这个伤口都有了解 呀 马进了 十千回头一看这个马 还真是 四蹄翻过去 马真惊 十千 噔噔噔 两步就蹿过去了 就蹿到这马身上了 一缕这马的棕毛 马老实一点的 但是还四天还在那翻 十千不外行 蹬过这马耳朵 康昌就来了一口 凡是利耳朵的动物 您记得 反正这得遇着胆大大 老虎也如是 狗也如是 啊 耳朵是利着咋 朋友们那大的耳朵 那个您您您不用试 越凶猛的这种利耳朵动物 您咬到他耳朵 因为他利着耳朵 耳朵最怕伤害 他护不着 您看那个狗 像那种黑背 那利耳朵那种黑背 您康昌给他耳朵来一口 他说老实 老虎 斑斓大猛虎 您康昌给耳朵来一口 是 当然了 没等您给他来一口 他都给您来六口了 这这个 这需要胆量啊 他抗畅给这马耳朵来一口 这马 老实的 施下从马上跳下来 仔细打量这匹马 呵 纯重的汉血包 好马呀 哎呀 这匹马真漂亮 伙计 拿个盆 喂喂喂给马 给这马摔好了 施下啊有个贼心鸟 我是走着走 哎 这匹马又是没人要 一会我吃完了饭 把这马一结果 其实他走 他还少了脚力了 嘿就这主意 施下又回去了 回去接着在那吃饭 刚拿起筷子来 就听见身背后一个女人的声音 是哪个人吃的雄心豹子胆 偷了我的吗 施下一听这句话 就觉得后脖梗子一阵凉气 回头一瞧啊 特就见这个女人顶欺管家 一个女将军的模样 这人不是旁人 虎是三娘 施下不认识虎三娘 可是就觉得毛骨损人 心里咯噔一下 这女的长得太漂亮 十天又琢磨 我这心为什么咯噔一下子呢 啊 我这个长得 什么母艺人会都见过呀 皇宫里头 这公国才女我也都见过 我怎么 哦 可能是这个女的长得有点漂亮 嗯 我也动得烦心了 哎呀 十千呢十千呢 你还是没修炼到一定程度啊 他拿自个儿当老和尚了 十千说到这儿一想 哎呦对了 他是不是找我报仇来的 这是不是人家马呀 赶紧别在这儿犹豫 我跑吧 十千啊 垫不凝尿窜到这马上 他想跑 驾驾驾驾 光驾驾坏了 他呀光想跑了 他这马是拴着的 他忘解了神了 驾驾 这马呀 呵 这两头后腿就撂卷子了 这越着急越撂卷子 十千一看 呵 我怎么忘解僵上了呢 这一解僵上的功夫 这女的一看 你要跑 呼三娘会打暗器呀 从这个手里拿出了一个小铜丸 圆桥铜的 啪就弹着 照着十千脚脖子就飞过去了 十千就觉得这个脚脖子 哎呦怎么那么麻呀 整个一条腿就失去知觉了 一失去知觉不要紧呢 十千应声可就落了地了 这个女的后面跟着几个丫头 马尖头拢二倍 就给这十千捆起来了 呵 十千 哎呀你们捆我干什么 松开我 我是好人呐 可能啊有新来的朋友不知道 十千这个形象 头上戴着马尾透风巾 还真是透风了 身上穿的这英雄厂 补丁裸补丁 发中色 世上黄绿青蓝紫黑 哎呀那个鞋也是 有词叫破鞋破鞋嘛 就从十千这来的 哎呀 这记的这个腰带 也都是补丁我补丁 和大扣子记着小扣子 还使着一把铁片刀 他老子叫钢刀 这哪有点钢啊 就这个刀尖上啊 有这么点小钢 哎小钢刀 给十千绑上了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给十千压到哪了呢 压到了一个大宅院里头 压到了上房里面 上房里面啊 端坐着两个人 一个圆外一个安人 您看啊 圆外安人 您听好了这个称谓 这是一套称谓 圆外安人 现在啊咱这个称谓 有点混乱 按照李济讲啊 混乱 您比如说现在我们一称谓啊 哎 比如说我要一介绍 这是我的夫人 刘元邪夫人 其实这个词不对 按照中国传统李济讲 这个词不对 为什么不对 过去天子的夫人 就是皇上的媳妇 或者说王的媳妇 天子的媳妇 叫后 王后 这是一套 再下面一点诸侯 您算一路诸侯 诸侯的媳妇 叫夫人 还有一路 皇上亲封的 叫告命夫人 一品告命夫人 就说比如说 我是皇上亲封的 这个哪个女的 封给你当媳妇 这叫一品告命夫人 她可以叫夫人 那么说比如说 普通老百姓的媳妇 叫什么呀 普通老百姓的媳妇 叫媚人 媚人或者叫媚子 有钱有势的 比如说像这种圆外的 媳妇叫什么 叫安人 你看过去啊 这中国话讲理 女人对自己 你比如说有尊称有建称 过去有建称 自己比如称呼自己 都叫建称 男的对自己的建称 叫臣 臣子的臣啊 这个词是建称 臣下 这个词是建称 女的对自己的建称 不叫建内啊 不叫建 没那么建 不是建 女的对自己的建称是妾 妾身 妾身 妾身这乡有理了 这是建称 不是 建人这乡有理了 啊 现在这都这都这都是这 影视剧啊这都胡来 不是 妾身这乡有理了 啊 不是建人这乡有理了 啊 你看就得和我那做的 哈哈哈哈哈哈 知道吗 是妾身 妾和臣 男人称呼自己为臣 臣下 臣公 是臣 女人称呼自己为妾 妾身 啊 妾身这乡有理了 圆外 安人 他就跟那个老圆外说了 我逮着一个坏人 您来处置吧 于是乎扶袖而去 胡三两走了 这圆外得审问呢 你是什么人呢 我是好人 我是好人 哈哈哈哈 这句话呀 给这老圆外 给逗乐了 有你这个模样的好人吗 啊 你说你是好人 好 来人哪 把这个好人拉出去 杀了 实际一听这句啊 苍蚣他蹦起来了 这还有好人活得到吗 啊 这你不问青红皂白 你怎么被我杀了 太冤枉了 冤枉到大天了 我要告你们去 我要上周春五线告你们去 我要上东京汴梁告玉状 实际说完这句话呀 自本心里都乐了 我还东京汴梁告玉状呢 那儿还东京汴梁怎么抓我呢 我还告玉状 可是这几句话呀 给这老圆外也说的呀 哎心里一惊 你有冤吗 你有什么冤吗 你给我说说 他就把刚才怎么就这匹马的事 又重新的说了一遍 老羊们一听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哎 对了 你姓什么呀 实际说我姓 我姓燕 他可没说他自己姓石啊 我姓燕 张嘴就问我姓燕 来人哪 他刚才不还拿着一个包袱瓶吗 把那包袱瓶拿着我瞧瞧 把这包袱瓶拿过来 打开了一瞧 好 我们这圆外呀都不认识 什么打狗饼啊 喂狗的饼啊 什么宁门窍所的钥匙啊 你小棍啊 反正偷东西用的那套东西嘛 实际上是应有尽有 还有一把小破刀 当当当 哎呀 你这是铁片刀 谁说的 我这是钢刀 你不就肩上有点钢吗 那也叫钢刀啊 哦 钢刀 钢刀 你这些东西你是干什么的呀 我是一个买卖人 有你这个模样的买卖人吗 啊 你瞧你穿的这个破 哎 人不可貌相 还是不可少买呀 哪有这么一句呀 这叫不可斗粮 哎呀 就是少买我人个小 我跟您说 就我穿成这样 这一路上 让人截了六万多回了 我哪那么些个强盗 截六万多回 啊 人截六万多回了 哎呀 您都不知道啊 我跟您说 这一路之上可不消停了 这老圆外上下打了十千 你瞅这个形象 半心半疑 好 你今天说你是好人 那这样吧 来人哪 把这个人哪 推到后院柴房 等过些日子呀 把他呀 带到住家庄去 十千一听这句呀 心里咯噔就一下 什么 要把我带到住家庄去 这回完了 刚要一走啊 十千回头又说了一句 哎哎哎 我那小包袱 我那小包袱 行了行了行了 你上住家庄的时候啊 连这包袱啊 一块儿给你戴上 让住老圆外看看啊 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给十千啊 推到后院那柴房里头 十千捆着 就在那站着 不大一会儿啊 进来一个小丫头 看看十千啊 是咋着了 这小丫头呢 一进来 十千一打量小家伙 也是小一精短打扮 一看也是会无功的人 哎 我说 丫鬟姐姐 哎 麻烦您 您能给我送个绑吗 丫鬟一瞪她 呸 还给你送个绑 我不伸你俩嘴巴就不错 送上绑 不是 丫鬟姐姐 我有点渴 您能给我 七壶茶来吗 呼呼呼呼呼 就你 你还想喝茶 想的美 嘿嘿 喝茶 我给你倒锅水行不行啊 哎 哎 丫鬟姐 还是你心地善良 我跟你说 将来你肯定能嫁个好人家 我跟你说 这句话呀 给这丫鬟还逗乐了 丫鬟 嘿嘿嘿 讨厌 丫鬟出去了 给他拿拖簧啊 端了杯水来 搁到他眼头里了 石墙在那儿弄绑着呢 喝不了啊 哎 丫鬟 丫鬟姐 您干脆给我送个绑 我好喝水呀 干脆我喂你得了 这丫鬟呢 拿起杯来 给石墙喂了一口水 石墙说 哎 这刚才那个老原位姓什么呀 姓金 哦 那这小姐呢 哦 小姐姓胡 哦 这个姓胡的小姐 过去给那姓金的原位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这姓金的原位呀 是那姓胡的小姐的舅舅 哦 这是姑舅亲 啊 哦 是这么多关系 哦知道了知道了 这姓胡的小姐 这武艺可不错呀 那可不 我们家小姐会打六种暗器呢 石墙一听啊 这直冒冷汗 我打六种暗器 幸亏我就承受了一个 我这好六我全挨上 我费的小面没了 哦 那您家小姐叫什么名字呀 我家小姐呀 我家小姐叫胡三娘 石墙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 虽然她没见过胡三娘 可是胡三娘的名字她可听过 这可是如雷灌耳啊 那可是有大能耐的人 哎呦 她就是胡三娘了 哎 她不是在护家庄吗 怎么呢 会跑到这儿来的呢 那这是哪儿啊 这儿啊 这是落凤坡 哎呀 你看看 我今天让你们逮着一点都不冤呢 哎呀我这凤凰啊 今天就落在这儿了 这小家伙一听 呵呵呵 你还真会往上爬 你还凤凰呢 嘿 你就是鸡 凤凰 我们家小姐呀 为什么到这儿来 躲婚躲到这儿来的 咱们就躲婚躲到这儿来的呢 咱又得说了 还是住家的事儿 住老原位 三头八北哪这城呢 住户里三家 这住家庄啊 势力最大 他呀老想把这个 护家庄跟李家庄吞并了 他有这个心呢 他就跟那小子方张力说 哪天我派军把这两个庄子 我全都吞并了 小子方张力给他出主意 您别这么干 为什么 这两个庄子在您左右 这算是纵深 有他们隔着 算是对您的保护 您把他们吞并了 您这不就是父辈受敌吗 哎 他一听这主意对了 这住老原位 又一想 哎 干脆赠着 我呀 我在亲上加亲 好上加好 怎么叫好上加好呢 他为了呀 他为了呀 联络这两家 打兵器的时候啊 都多打出一份来 给这两家送去 招兵式的时候啊 也多给这两家送去 收粮食的 有年四军亲自登门 您看这个人呢就是这样 打也不怕 打也不怕 骂也不怕 背后啊 损你贬你也不怕 就怕什么呀 就怕放上去 就怕对你好 你还真没辙 我就对你好 你怎么办呢 当官的还不打送礼的呢 我就对你好 你能给我怎么着了吧 没办法 最后啊 这三个庄的庄主啊 败了把兄弟了 嘿 这三个庄的庄主 最后啊 护家庄的这个护老原位 是老大 朱家庄死边阎罗 朱朝凤老二 普天标李英 李家庄那庄主老三 败了把兄弟了 真是好 好上加好是怎么着呢 朱家庄的朱老原位啊 瞧上这个护家庄的护三娘来 哎 想让护三娘给她当儿媳妇 长得也漂亮 无意也好 嫁过来以后 这也就是马迁先锋啊 会打六路万妾 对不对 她就跟这个 小子房张立商 张先生 昨天那好上加好 您怎么个好上加好啊 我打算 让这个护家庄的小女儿 护士三娘做我的儿媳妇 哎呀啊 那许配给您哪个儿子啊 因为他这仨儿子 助龙助虎助标啊 我不做 七男八女 这仨人过分到什么程度啊 人接上两口子 在街上走 瞅这女孩有几分姿色 人可是都已经嫁了人了 有几分姿色 能给这爷们儿宰了 这当天晚上就跟那女的入了洞房 就能干到这样 我不做 因为都是他们家的房产毕业呀 人谁也不敢说什么呀 虽然嘴 这心里恨 嘴上都不敢说呀 没办法 小子房张立说 那许配给您哪个儿子呀 啊 许配给我三子啊 三子就是助标啊 白面鬼助标 小子房张立这个恨子 他倒不是说 他也看上主三讲 倒不是这意思 他就觉得 你也不瞅着你这三子儿子什么德行 啊 那配得上人家配不上人家 这讲门当户对呀 您这配得上配不上 什么叫门当户对呀 过去这大户人家呀 这个门上呢 都有两个这门当 写着福啊 写着吉祥啊 您这有几个门当啊 有几个 有六个 有四个有几个 数的一样 是说明你们两 两家的那个 生活水平等 等级是一样的 门当户对 哎 您得门当户对呀 小子房张立呢 就说了一句 哎呀 人家姑娘眼光恐怕太高吧 这句话说出来 朱炮凤不高兴 什么 难道 我们家的家 家底还不够深厚吗 再者说 他那女儿还想嫁给奉子龙孙不成 况且 我那三儿 也不比奉子龙孙差 您就听这话啊 不比奉子龙孙差 这就垫着面单败北 将来他那三儿子 那不是皇子吗 不比奉子龙孙差 小子房张立一听见这话 那得顺杆爬呀 这得拍领导马屁嘛 他有想法他不能说呀 他得顺着领导人 好 那您说该如何是好啊 赶紧找一个媒婆去提亲 小子房张立一想 也只好如此了 找一个媒婆吧 找谁呀 远近文明有一个 瞧嘴老八个 瞧嘴老八个 五十来岁 当年的五十来岁 那就属于老年人了 老年人头发都有点花白了 梳着一个歪个爪 穿一个绿甲 红裤的粉鞋 这个嘴边上有一个大黑质 脸上我那个粉呢 他不走路啊还好 一走路往下掉 跟下雪一样 他走过的地方白雪挨挨一片 瞧嘴老八个 随便坐 这个瞧嘴老八个呢 就来到了胡家庄 直接就找到了这个 胡家庄的这个老太太老安人 金氏夫人 他因为老来老给这个 胡三娘提亲 老来 来到这以后啊 来之前呢 小子房张立也就已经嘱咐他了 这事啊你一定要办成 他不愿意来 因为老师币门高 他们家要求太严格 这子也不嫁了 那子也不嫁了 后来啊小子房张立啊 掏出来黄金五十两 这个你先拿着 我们老庄古说了 事成以后 还有仲谢 这五十两黄金啊都不算什么 事成以后还有仲谢 这瞧这老八个人 人家也是见钱眼开呀 啊这有钱在这儿 好行 没问题我去 来到这儿了 找到了这个金氏老夫人 头一句话老八个人先说 哎呀 嘿嘿嘿嘿嘿嘿 这个 梅佛啊山山的 他跟咱不一样 梅佛山山的不是山胸啊山脸的不 山这儿山肩板 没话搭个话 哎呀 你看有这圈有这 有这形象 哎呀 老夫人哪 您快跟我说说 咱那个闺女也老大不小的了 您到底想找个什么人家啊 您快跟我说说 我今儿给您说成喽 这夫人呢 烦她 为什么烦她 老来 那个宋朝的时候不休有门槛 有门槛的门槛让她踢破了 为什么呢 这没活没活两头说和 她就指这挣钱 老老穿呢 哎呀 算了什么样的 反正 哎呀 我们这个姑娘嘛 要求也高 你老说的那个不行 你老给我们找的那个门不当户不对的不行 我老怕我们姑娘嫁不去受苦 哎呦 老夫人 这回我给您说的那个肯定没问题 我跟您说 这回我打保票 肯定没问题了 这回哎 咱姑娘嫁不去以后啊 吃香的喝辣的 下景天保证热不着 东景天保证凉不着 到了那之后哎 饭来张口 衣来身手 什么活都不用干 咱这就想了清福喽 哦 老夫人让他连笔伏带说也得逗乐了 哎呀 你还真是敲嘴老爸 行吧 我跟你说啊 这个条件还可以 不过有几条 我就跟你说在头里 有公公婆婆的我们可不嫁 咱长得没公公婆婆的 有这个大败子的我们可不嫁 没有大的败子 因为有大败子他跟公公一样 有大姑子的我们也不嫁 因为有大姑子跟婆婆一样 哎 有小姑子的我们也不嫁 这小姑子太刁了 我们这姑娘也认性质呢 俩人有矛盾 我跟你说啊 岁数大的我们也不嫁 嫁个老头干什么呀 哎 岁数小的我们也不嫁 那跟小孩似的哄着他玩 我跟你说啊 高的我们也不嫁 或者他高的不好 哎 个矮的我们也不嫁 你说这个矮生了孩子 对下一代不好 太黑的我们也不嫁啊 太白的我们也不嫁 吃的多的我们也不嫁 哎 吃的太少的我们也不嫁 乔嘴八个说 行了行了行了 您这事我们管不了了 给这乔嘴八个说走了 哈哈哈哈 这乔嘴八个回来 就找这小子方张力 这事我们管不了了 他回去了 乔嘴八个一回去啊 小子方张力啊 就把这事啊 跟朱朝凤说了 朱朝凤说 难道他们还要造反不成吗 我提兵这就去荡平了他们 状态 这就要打 小子方张力 您别着急 您别着急 这事看我的 我亲自登门 你要亲自登门干嘛 我亲自登门道歉 还道歉 我该他的事怎么着 我怎么还道歉呢 您甭管了 我给您说成了就得 小子方张力又备了一些礼物 第二次又来到了护家庄 这次啊 来到护家庄见谁啊 见护荣 见老庄主 开成五公实话实入 您看我们两个庄子 也都是结为了一姓兄弟了 啊 我们在好上加好 您看我们这个 三三子啊 我们这个三公子也非常的好 您看老大老二老三 三虎出一报 我们这个三公子 现在就那一报 将来这一片的家业 都得交给人家 这姑娘家过去 也受不了什么委屈 这护荣老庄主呢 她现在有个想法 闺女大了不能流 流来流去 流成头 甭管这闺女跟这爹妈多好 将来她都得嫁人 这嫁人 你想 这两家庄挨得这么近 而且我没有在人势力范围以内 这不仅哪天就得让人当平了 这结尾连理 他最起码他不能拿过来呀 好吧 他就把这婚事给硬下来了 好 过嫁人吧 回去跟祝老袁万一说过嫁人 六十四个人抬着嫁人 从早晨九点多一直过到下午四点多 哼 哎呦 这院子就摆满了 这护家庄也是挺大的庄园了 这院子都摆满了 就在这个过程中 护三娘的舅舅 金元外来的 或一看院里这个摆的这都是欺人一保啊 或金银子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咱进来问问吧 或 姐姐姐姐夫 这怎么回事啊 哎呦呦呦 大喜大喜 你这个外甥女儿啊 今儿我们给她聘出去了 哦 聘给哪家了 你听说呀 聘给祝家庄的这个三公子 祝彪了 当时啊 给这个金元外气的呀 呸 你们你们两个人枉为父母 怎么能给她呢 祝小三我知道 小三这不是个好东西 啊 小三啊 我亲眼见过在街上啊 强强民女啊 拉楼上就跟人睡觉去 我见着过呀 赶紧退婚啊 这我们都收了理了 这怎么退婚呢 看我的 出去之后 祝家有两个管件 祝福祝院 祝福祝院 你们俩 把这东西都给我抬上去 扔上去 这祝福祝院 主子多大 奴才多大呀 就老爷 您就吃撑着呢 还是喝多了 这聘给送来 还有抬过去呢 就这两句话呀 这金元外没什么之 护城不干 这说他舅舅 你们两个狗奴才 说谁呢 那是我亲娘就 啪啪 两个大嘴巴 给这俩人 从院里打院外去 吩咐自己 家院 把这东西都扔上去 都给扔上去 这俩奴才挨完打 那能善罢甘休吗 回去跟祝朝凤 天油加速 哎呦这太不讲理 我们都裁进 真正正要走了 回来人家 叮光鼓四 说了说了一六个 这边 祝朝凤也急了 这怎么能这样呢 咱先不表 咱回来再说虎十三娘 家里这一乱呢 小丫头呢 按小舌 登登登 跑到了小姐的秀房 跟小姐一武一师的说了 这是破嫁妇呢 把你许沛给三公子了 哼 怎么把许沛给塌了呢 一会又说啊 舅姥爷来了 一看见这个许沛给三公子了 不愿意的 把东西都给扔出去了 还把人家给打了 小姐一行到这很高兴 那我舅舅先生在哪呢 在上房呢 更换了一件干净的衣裳 从秀房出来 来到上房屋里头 一看见舅舅 连爹妈都没喊 舅舅您来了 给行了个礼 这件事怎么办呢 支柱主席 这件事怎么办呢 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我有一个主意 几位大人您听我说 您看我这主意怎么样 护三将啊 虽然说练武之人脑子都点粗 但是护十三将粗中有息 这主意还扔不来 汤汤汤汤汤 这么一说 几个大人也按条大纸 为什么呢 几个人发愁啊 虽然东西给人扔了 人打了 可是没想到下面怎么办 万一人家住家庄 急了 派兵打来了 这是你惹的货 你都应给人家了 闺女我聘给你们了 人家下聘礼啊 人家这对啊 你把人家人打了 这怎么办 故事三将说完了这件事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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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 好 于是乎呢 就老爷拿起了笔 拿了张纸 写了一封书信 给这住家庄的住老园外 派他们家的管家 赶紧把这封信给住家庄的住园外送去 不多时管家把这封信给住家庄的住老园外送过去了 住老园外打开了信 这么一看 倒吸了一口凉气 口中说了一声 我儿 休矣